2014国际货币组织基金会和世界银行年会 上周在美国的华府召开 美国财政部长叶叶伦 在回应记者提问的时候 讲台上的财政部的徽章突然掉下来 把叶伦给吓了一跳 当时记者正在提问 有关于美元作为世界储备货币的地位 是不是受到了影响 结果这么刚好财政部的徽章就砸了下来 发出刚刚听到很大的声音 提问的女记者也忍不住笑场了 而叶伦的眼睛也瞪大了 被网友疯传 反而比记者会的内容更受到大家讨论 好 估计消息 我们看到日本的媒体报导 北韩最高的领导人金正恩的心腹 北韩副总参谋长金永福 已经抵达了俄罗斯 可能会担任北韩军队的总指挥 根据乌克兰政府和美国的消息透露 北韩派遣到俄罗斯的部队已经陆陆续续的抵达 俄国的西部库斯克州不排除将投入与乌军交战的任务 而金永福是金正恩在军队里头的重要心腹 他的出马也显示金正恩有意加紧和俄罗斯在军事方面上的合作 再来看到的是以色列突袭伊朗击毁了多座的战略军事基地和飞弹工厂 以及12座的长城飞弹弹道飞弹的燃料混合器 专家分析这将严重打击伊朗生产飞弹的速度 不过由于以色列是没有攻击核设施 双方冲突有机会告一个段落 军主而乙军的发现 真主党一座设备完善的地下碉堡也是立刻的锁定轰炸 一声令下地面轰然爆炸 大量烟层冲天 画面惊人 真主党在黎巴嫩南部的地下军事碉堡瞬间化为乌有 这个碉堡长达一公里 枪支 炸药 发电机 睡床和干粮 还有作战指挥师一应俱全 被以色列发现后立刻锁定轰炸 以色列不仅追杀真主党 周六清晨突然袭击伊朗 德黑兰传出阵阵爆炸声 夜空冒出点点火光 一栋建筑疑似在袭击中被炸毁 至少四人死亡 以色列宣布成功击毁伊朗多个战略基地的 S-300地对空飞弹阵地 飞弹工厂以及12座为长城弹道飞弹 生产固态燃料的行星式混合器 专家分析这款设施高成本 进口受严厉管制 伊朗短时间内难以重置 对大量生产飞弹造成严重影响 不过以色列刻意避免打击核设施 行动相对克制 伊朗回应 目前优先考量协助加萨和黎巴嫩 达成停火 美国总统拜登则喊话 希望伊朗以色列冲突到此为止 镜头转到加萨 以色列持续发动攻击 一天就造成72人死亡 其中13人是来自同一个家庭的儿童 家属悲痛欲绝 记者吴江综合报导 而这期资料